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今次又說說TVB的消息 其實已經發生了 施君出任無線J2創意總監承認轉型話後減少幕前演出 陸永怎麼辦呢? 根據報導 農夫鄭施君、右鳴施君 與陸永近在無線工作不斷 又做主持又拍劇 施君目前更秘密升任為無線J2創意總監 不過我經常在想 其實創意總監在無線來說 其實是有沒有錢的呢? 還是沒有錢的呢? 只給了idea呢? 就不知道了 曾智偉和王祖林攜手合作 施君承認第一天上班時會減少演出 那農夫以後的發展是怎樣呢? 是不是施君做高層陸永做男一呢? 據報導說 無線又出現了人事大變動 繼曾智偉和王祖林回巢任職高層大肆改革後 就連組合農夫的施君都出任J2創意總監 9月1日開始無線內部通訊公布消息 指30歲的鄭施君 施君將出任TVBJ2創意總監即日生效 施君已經承認上任做高層陸 是曾智偉親自找他 他表示20年前是做創意工作 現時第一天上班寫字樓工作 暫時團隊只有1人 更說指壓力最大的要填很多表 很怕填錯 至於上任陷的大力計 他就說沒有 在想著世界 之前一直跟曾智偉談過一些構思 現在逐步推行 施君亦表示他不會特別照顧陸詠 雖然工作崗位改變 但是他希望依然會繼續創作音樂 有作品出 不過幕前相對減少 至於陸詠 施君只不會特別照顧陸詠 因為他在劇集智能愛人已經是男主角 施君一直與無線關係良好 曾經拍攝多次的電視劇和主持節目 包括Doo姐、油門來Doo姐去Shopping 出名轉數快 由創意無限 他也一直有參與拍劇 最近智能愛人 演出機械人專家一角 其實也有報導說 施君一早已經Lo過界 施君出任無線的J2創意總監 其實一直有跡可尋 好像早前開拍的新劇 《凶宅清潔師》 原本由香港史上首都BL劇 《大叔的愛》兼監製 勞思論、Tommy 和施君成立的勞思動眾媒體製作公司 創作出來 更有傳指 曾志偉是勞思動眾老闆之一 《凶宅清潔師》 由洪永成、陸永和附加麗主演 配角方面 有李成昌、鄭俊 《凶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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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相當之好 我自己覺得是好的 百花齊火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做下 不同的衝擊一下 就像曾志偉和黃祖南回來 TVB的節目就改革了 無論是綜藝、節目等等 劇我不知道 綜藝節目起碼都有改變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的 所以大家希望給一些空間TVB 讓他們可以做一下 當然ViuTV我們也要支持 所以兩大台希望有競爭才有中步 我高等仔環 有時都會覺得 我們不需要特別討厭另一邊 我覺得兩邊都有自己可以妥取的地方 既然大家都有一群創作人 為什麼不給他們機會呢 任憑另一方 他們有一些新的計劃 例如ViuTV的大叔的愛 他們都做得很好 支持我的綜藝節目也很棒 TVB也有舊有班底 雖然他們最近的節目不斷改革 評價有好有壞 但我也希望將來的日子 他們可以繼續努力 我喜歡這個節目 後面的質感 你們先讓他們全部控制 都會長得很高 然後夆地 還有一點點 超級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